屬性定義 哈囉各位好 我是你的Oracle顧問蘋果爸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屬性定義 然後可以使用背景遮罩 那我們先來創建一下屬性定義 這邊到插入頁鍵有個這個 定義屬性點選之後呢 它會請你輸入我們的標籤值 那我這邊先輸入 你自己的標籤值 先示範一下 預測值呢先 然後對稱方式呢 我使用正中 確定 它會放進來 它是一個標籤文字 它還不是一個圖塊 也不是一個文字 它是一個 我稱它叫標籤文字 好 再Copy下來 那屬性定義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使用在圖塊 讓圖塊裡面的文字可以做編輯 那我這邊先把它做初始創建 然後預設值呢 給01 好 所以我們再把它做成圖塊 當你定義好屬性之後呢 那把它做成圖塊 就可以變成圖塊裡面的文字是可以編輯的 好 輸入B block 建立圖塊 那我這邊給它圖塊名稱 標籤 好 點選圖塊的插入點 選取物件 先選擇哪個值是要第一個輸入 先輸入上面這個呢 先選它 再選它 再選擇所有的幾何 Enter 好 它會自動轉換成圖塊 按下確定 好 按下確定呢 就完成了 所以這編號呢 你隨時可以去做一個Keying動作 例如 AT22 2022 然後知01 OK 確定 那這邊的編碼呢 你都隨時可以去做一個 編輯的動作 好 那我們再Copy 所以它現在呢 其實是一個圖塊 那它的文字呢 可以讓我來按兩下 左鍵兩下呢 進入我們的增強屬性編輯器做編輯 好 那現在有個問題啊 我在做使用的時候呢 我的文字會因為我的底色 或者是我底面的一個樣式呢 Hatch 樣式去做一個影響 我想要加入背景遮罩 我們知道多行文字呢 可以有背景遮罩 但是我剛開始做的時候呢 忘記加入了 那怎麼事後做加入呢 很簡單喔 你可以直接使用 B1 這個圖塊編輯器的指令 選擇我們剛剛的圖塊對不對 確定 好 你只需要選擇你想要 加入遮罩的 好 你可以 例如說我選它 對不對 按右鍵選擇性質 然後呢 再把它拉到下方 這邊會有個雜項 有個多行 預設呢 是否 請你把它換成是 然後它就會變成我們是多行文字的模式 按兩下編輯呢 這邊呢 就會有個 開啟我們的編輯器 好 再來選擇這個選項 跟它說我要啟用背景遮罩 好 那我剛剛已經試過了齁 你可以 呃 光線的偏移係數你自己自訂啦 看你要自訂多少你覺得你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會建議你使用背景顏色 也就是說你的背景是黑色 它就是黑底 OK 然後按確定 確定 然後這邊把它確定關掉 再來關閉我們的圖塊編輯器 按下儲存 好 那它什麼時候沒發生啊 那怎麼辦 你必須因為你已經插入做使用 你必須在同步這個屬性圖塊讓它更新一下 那怎麼更新呢 好 一樣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我們的圖塊定義喔 這邊有個面板 加上是這邊有個同步 它的指令名稱呢 是 A T T S Y N C 點它之後呢 它要你選取圖塊 S 選圖塊 選完之後它就會同步更新 按下 是 Enter 有沒有看到 它就已經有背景遮罩了 可以嗎 它是不是把我們剛剛的我們自己的 圖塊的線呢 線條已經遮住了 可以嗎 所以當你在編輯的時候它就會遮住 好 遮住之後呢 像底下的Hatch形式啊 也可以遮住 如果第一時間沒有遮住呢 你可以按下 R1 輸入 R1 Enter 重新整理 好 再一次 B1 Enter 我們將上方那個標籤值呢 一樣把它做個 加入背景遮罩 選它 然後再到下方這邊 多行呢 選擇是 好 那再來按兩下編輯 選項 選項這個地方呢 使用背景遮罩 好 按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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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關閉做儲存 好 A T T S Y N C 對不對 Enter 選擇我們的圖塊 選項 好 那你在Key In的時候呢 像這編號呢 我可以這邊做Key In的動作 那這邊可能是第三號 確定 可以嗎 就可以同步更新 好 所以 屬線圖塊很好用 它可以讓裡面的文字可以編輯 那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加入遮罩的方式 如果我們的屬性定義已經加遮罩 你覺得那我的底線我這些框線 可不可以把它加入遮罩 遮罩的話就要使用另外一個指令 一樣先進入我們的古怪編輯器 選擇標籤按下確定 我們要創一個叫做遮蔽的指令 Wipeout按下Enter鍵 它會請你選擇聚合線 我就直接按下Enter 選擇聚合線 好這個是我的框架我想要 這整個矩形做遮蔽 好他問你是否要刪除聚合線 我們可以將刪除聚合線 選擇Y 好那他現在已經是一個遮蔽物件 遮蔽物件 按右鍵呢你將他的繪製順序呢 置於最下方 好那我們的剛剛的這個 線條跟我們的屬性定義呢才會浮現在上層 OK是有繪製順序的 按下關閉 儲存 就可以啦 你看到我們現在的背景遮蔽 已經有遮蔽功能了 所以 這個底色的框呢 它也會幫你遮住我們的物件 M1Tone 是不是可以遮起來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選擇 文字呢可以用我們屬性定義的 多項文字做背景的遮蔽 那如果說是幾何物件呢 就可以使用 Wipeout 這個遮蔽的功能 去當作遮蔽 好以上分享 如果覺得對你的 工作呢有幫助 你可以 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那你可以提出來 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一起做討論 好那我是蘋果爸 我們就下回的分享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